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握這麼大把刀 平時家人都會弄這些大刀 近年越來越多人移民 來鄉別井 很多東西要放下帶不走 來這裡就可以帶走香港點心味道 甚至在海外以點心創業 養活一個小家庭 師傅說做點心不難 肯學肯做就行 當然點心一定要做餡 做皮 成形 這三個步驟 其實要一步一步慢慢來 不要怕了第二步 就是剛剛做點心的兩三次 或者兩三次 我做不到 打沉了自己 再包的時候一定有進步 不要氣餒 練習幾次就可以了 點心不是說難得那麼緊 因為你完全對點心都沒有認識 可能叫你用一枝棍來做皮 又要摺 那幾個步驟 就覺得自己可能是 死了不行了 其實做多幾次就可以了 因為我想教我這麼多都是這樣的 第一次個個都是拿心成小 但是慢慢教一下 或者自己學一下就行了 課程會教食材準備 製作技巧 同一材多變的秘技 金堂是教蝦餃和金魚餃 由拍皮、藏餡、摺皮 每一個步驟都要手勢 互相配合、靈活推送 對 我做的頭兩隻都真的挺臭的 不要緊 繼續練 這隻應該算是比較好 但它爆了餡 師傅說爆了餡就要再猜 所以 Bye 這裡是小班教學 又不懂得隨時問師傅 經過一番練習 越來越純熟 看看其他同學做得如何 我已經學了做蝦餃和金魚餃 這就是我的傑作 我覺得金魚餃是比較容易做的 只要你記得整個步驟才會容易做的 聽說蝦餃是非常難 有人做得像師傅一樣的水準 但你也有少少成績 雖然不是師傅級數 師傅級數 我的級數 你有幾條紋 不爆 師傅說我有天分 可以移紋 帶這個 走了 這次是你的國 Miguel 我是幾條紋 22klecott 漂亮 感谢观看